本章分享的是预售物研究调查的企划 我们讲企划,既然是个企划 它就是一个想法,一个梦想,一个愿景 一个会做或不会做的事情 那首先我们要针对企划我们有一个了解 我们如果说要做预售物的研究调查 既然它讲的是一个企划 企划本身要具备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针对问题 针对问题 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可执行的 可执行的 不要说不可执行 因为现在一般很多顾问讲的都是很抽象的东西 他可能在策略上概念上给你一个发想 那做得到做不到,那是你家的事 那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比较不负责任的 那我们讲愿景的话 就是一个美丽的,可以达到的一个绩效跟梦想 那首先我想做什么方面呢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活动 不同的活动类型 带来的来人来客 或来人来店的品质跟成交天数 也就是说这一群的客户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普通它看了多久的时候它会来下定 这个就是所谓的成交天数 那第二个部分我想做一些杂志跟总价带的 对客人来人来店品质跟成交天数的综合影响 因为其实各个总价带的时候 客户的可接受性跟它杂志的特性之间的互动 而且我们今天就要以成效来讲 也就是说真的能带到效果 如果带不到效果我们就不用去衡量了 那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所谓的诉求特性 跟杂志之间的来人来店品质跟所谓成交天数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个东西 那你说这个东西对预售公司或代销公司有没有帮助 各位知道代销公司最大的一笔广告费用支出就是 他今天要投在哪里 他要做什么样的诉求 他办什么样的活动 也就是说一般在代销公司的时候 他对活动他的概念只有成本的概念 他没有成效的概念 那很多人活动都乱办 或者说我们今天广告都乱投 杂志都乱丢 诉求都乱弄 反正有效的就是好猫 那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忘记了 好像都有点凭运气的感觉 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做预测 那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整理很多不同台北市16个区 或新北市跟台北市之间的特性去做比较 或者说我们今天可以掌握到哪个杂志的特性 跟诉求的特性 或者说我们可以掌握到某一些活动带来的平均来人数 跟来人品质跟成交品质 那我未来这一些过去的资料 我就可以未来作为接案的参考基础 那基本上如果样本很大 样本很大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做法不用说我自己一个人做嘛 我可以教会所有的专案经理做 或者每一家代销公司 我找三个专案经理 就他所有的暗处 我教他怎么去跑统计 教他怎么去设计问卷 教他怎么去收集资料 然后跑出来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一种激励制度 就是说假设比例来讲 我我是某一家代销公司 那我有三个案子 那我三个案子的时候 我可以自由选择跟其他代销公司的做三个交换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每个专案经理他都是一个个体 每个专案都指一个专案经理 那他可以专案经理跟专案经理结合 然后他把这资料做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交换 以同样格式的知识品质去做互惠 那这样就不会有人搭便车的问题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假设比例来讲 我手下有负责 我找到我们这家代销公司 有三个专案经理 那另外一家代销公司 他有专案经理 那我们在品质上规换 就是这整个调查格式是规换好 然后大家互换 就是说我三个换你三个 你三个再换三个 你跟谁换我不管 重点是 我这样是不是凭空而来 我可能就会有 我的原先的三个专案 如果假设有六个代销公司跟我配合 是不是我就有18个专案 那这样的18个专案 是不是只要有资料 我都可以跑统计 那对我来讲 是不是这个资料就具有代表性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从初期的讲法 因为早期的部分的时候 当然因为那时候的话 跟我配合的人的话 是最大的代销公司做 所以基本上我的暗量的话 在分析来源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就算我个人要出去做这样的研究调查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 反正顶多不收费嘛 不收费的行为我把研究报告给你 可是你要配合我 我想大多数的专案经理都会跟你配合 重点是 你懂不懂问卷设计 你懂不懂多变量分析 如果你不懂 那讲一句难听 你也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 我今天在提这样的一个构想的时候 其实我在想说 我怎么把它做大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最local最草根的做法 反正就是很简单 跑单帮嘛 跑单帮的意思就是说 大的代销公司不跟你配合 你跟小的代销公司配合 那大的代销公司 为什么不跟我配合的情况之下 应该是很小啦 因为大部分大家都 都有配合过个案 然后再加上说 你资料要分享它 对它来讲 它也没有额外支出 理论上 有关系就没关系嘛 就是基本上 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你今天要 是明显的做 还是吃底下做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问题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 完全站在一种新人的角度 就是这个人可能完全 他没有代销的线索 他也没有代销界的朋友 那他怎么去做呢 那很简单 像我举这个例子 如果说完全不站在那种 跑单帮的推销方式 那我底下四个做法 五个做法 都可以做这个所谓大型推案 那对我来讲 我就是五选一 那第一个 我跟最大的老同家合作 也就是说我跟许惠玉 许惠玉之前的话 是在海月代销 那海月代销是最大的 所以基本上通过许惠玉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 一系列的调查 那既然可以做一系列的调查 到时候结果要卖给谁 总是要找一个出资的人嘛 对不对 我可以卖个书局 举个例子 我卖给詹试书局 或者说我今天卖给 我的以前的老同家 就是说对他来讲 如果说哪一家公司委托我做 我就把资料卖给他 把研究结果卖给他 第二个部分 跟最大的皇帝产开课补习班 像皇帝产开课补习班 大家不用讲 就两个字嘛 对不对 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开的 那这个东西 那我甚至可以跟皇帝产杂志合作 出一系列的报道 因为我想目前 说皇帝产杂志的时候 他对这些统计资料 最多仅能跑回归 然后他也没有做过所谓的 简定 他也没有做误差分析 讲一句难听那些资料的话 只能说堪用 而且他没有做显著性的了解 所以如果说 今天我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提案 跟皇帝产杂志公司去配合 那可能我也可以透过他去找代销公司 那大代销公司 我没有办法找小代销公司 那我也可以透过跟皇帝产补习班 对不对 我开这一系列的课程嘛 有课程就有学生 有学生就有粉丝嘛 那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我可能跟最大的 这种房地产的数据合作 他一定会有资料库嘛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开设所谓的 预售屋的多变量分析课程 然后或者跟学生 或粉丝合作 那如果跟学生跟粉丝合作的时候 各位不要小看哦 我现在YouTube的部分的话 虽然 我的数量是很大 是700个影音档 那重点是 每天哦 有登录的Google人数是350个 各位知道什么叫做 登录跟没登录之间是差4倍 也就是说 今天你有Google账号 那你今天来看我的YouTube 然后Google才算是人次 我这样有登录的人次350 那据我的初估的话 没有登录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 他可能我今天上YouTube 我要看就看 我才不跟你登录说 我的email账号 位置 那这是乘以4 那所以说如果以目前我来讲的话 大概我每天的流量 有1200个人在看 我这700个YouTube档案 这4个粉丝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以书局的部分的时候 第一版我1500本 已经全部销售完毕 现在在第二版 第二刷的部分的话 这有人数 再加上说 我在永南补习班开了6次课 每次课平均大概有60几个人 这样加起来的话 相近两三千个人 那这些我们都有资料 所以我们可以做粉丝跟学生的互动 大家来建立一起这样的课程 建立一起这样的研究主题 第五个部分的时候 那当然就跟广播界的老前辈 因为有感谢这些广播界的老前辈 曾经给我个人很多指点 那这个东西我也可以跟广播公司合作 合作所谓的预售屋的研究调查企划 那今天只要有人有方法 在做 这些东西都很简单 那像这样 我为什么会提供这样的想法 那这只是个想法 人有想法不见到做 因为人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像我这一阵子在录制YouTube 影音的过程当中的话 因为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我写出的动作就停止了 那其实也停止也没多久 其实我录制这700多个YouTube档案的话 相当于两三个月吧 然后 当然 但基本上我在研究这些学问的时间 我可能也花了二三十年了 这二三十年几乎都在读书 都在做输入 没有做输出的动作 那更早之前的话是写了五本书 像这样的东西 那我同样我在提这个企划的时候 只是提一个构想 也就是说 我有能力做的事 而且我可以短时间做到的事 那至于做不做 在哪个时间点做 这不是重点 感谢各位收听 各位一定要记得 要多学多辨量分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验证技巧 当然之前你要有经验 然后当然你要有学理基础 不然的话 你有办法验证 你没有学理基础 理论上你会设计不对的东西 可能你的问卷 没有办法做研究 或者说 没有办法跑这样的工具 或者说 你今天有工具 但你没有资料 这都是一个研究的残缺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铭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您这是再荐控gin任 hemen 再荐控制 我们的经验 你再疏 精彩药 如果 经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